不,真打不了,這下路 閃現一顆過來打傷害,漂亮,沒法必死無疑,漂亮啊,BLG,太會玩遊戲了,真的 在處理你換線的應對上面做得太好了,葵桑提,所有上單都是被你換線,我直接來中路掛機 換過線的路線都這麼難打,你想一級要是打傷更難打,因為一級路線沒有,都玩了眼上蹲 Ellac,這裡有人眼上蹲,可能要著迷了閃現暴溫嗎? 帽,馬,漂亮,俊家,俊家太帥了,俊家,俊家,換完自己沒殭屍,要不一換二啦,俊家,這不會是咱們LPL的打野啊,俊家,玩得太好了,這不Q閃 完全拆到Ellac的想法了,你叫閃,或者我O沒抓到那我就撤,我要抓到你了,玩友就會瞄你 哦 知道你刚打蓝龙 所有人都在下 松龙这边想约阿滋 阿滋看谁敢打 查尉温先扛第一波 查尉温扛第一波 直接托 哎 查尉温在干嘛 不还好 这好像人还是能杀 哦 查尉温这个确实做得不够好啊 下路赶紧TP 闪现过来躲一个大招 那个中花一下 西花一下 正面大招 挂到Maple 欧温这里有僵尸了 不敢杀欧温 欧温变成僵尸 欧温没活 欧温没活这么专了 正面也死了 左手这里踢下了也松掉啊 菌家太有作用了 包得到吗 有进化 进化瞄解 好 漂亮的进化 好 大根残正面 残残这边 这边给阿里玩了四堂啊 怎么差一弯 和左手两个人上得有点 有点猛啊 不过还好杀了一个 杀了一个给俊佳 X1有僵尸 卢仙这里也倒了 WTF X1和左手 两个人打四个 两个人正面火力太足了 上路也完成了单杀 这边第一时间 俊佳给这边放大根 正面算是一个 你看二打三啊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在二打三啊 还是Maple这里来太慢了 有大招的情况下 Maple如果大招第一时间开过来的话 就不用管卡丽丝打和 雷拉打第一时间开过来好了 炒外TP 16元简单的啊 然后再到中路来 你的上路需要有人去吃线 好 这边Betty不吃线 这边Maple不吃线 全能直接踢过来 没有大招 温这里向白给 Maple打回来 还是要死 一滴血能打到吗 好 这一滴血还是死了 看看怎么说 这不是Maple打得好啊 Maple打好 这边又打起来 看看怎么办 兵三百没拜到 好 那应该没后续了 这不是Maple打得好 在想你怎么敢A我 好 这不知道狐狸不在 好 但是正面能防守啊 这个这里大招快好了 完了 这里人都打人少 又没打过 甚至狐狸都没来 狐狸最后TP过来 双TP 也正面还敢开入 真以为我们是KOteam啊 AD中的被开就弄他死 整体 不管是个人实力 还是团队实力 都有差距吧 上路Maple被撞到就要死了 Maple这里没闪现了 好 大招直接掰走 Maple大招能开吗 看Maple应该没机会开大了 Maple应该等死了 好 Maple这里等死 其他队员也到了 看留多少 阿兹这里有闪现了 阿兹被挑飞 阿兹也不用交闪了 就王子有盖帽的 你交闪我盖帽 你不交闪我不盖帽 好 没有办法 好 这样大龙也没了 有卡丽斯塔的情况下 即使俊扎是冒凯 也不好抢 而且俊扎没有闪现了 这个大龙只能看着 别人打了 抢是抢不到了 自己没有闪现 而且左边还有卡丽斯塔 左边吧 就BP上面 红色方 卡丽斯塔 维路斯该搬 还得搬啊 不搬就算了 自己也不玩维路斯 好 这里闪现过来抓 欧恩的大招也给了 艾勒克这里有僵尸的 僵尸被打出来 闪现过来最漂亮 艾勒克 变成僵尸之后 收掉了这麽Betty 黄石还有盖帽 盖帽开始 王帝的闪现 一个大招换一个闪现 非常赚 两个都放出来 一定是要想好 维路斯怎么去打卡丽斯塔的 选独仙的话 对不了线啊 好痛 一个毛直接插了 Maple放一管 选Maple要直接迷路 白给了 Maple直接迷路了 Maple一迷路 没有人能倾线 没有人能倾线 高地只能给啊 轰你大招 没进化 进化差五秒钟 能抓到吗 抓到这里必死无疑 Betty Betty刚刚刚是没进化的 进化差几秒钟 好 一波了 非常简单啊 真别给欧恩和艾勒克 玩这种强势应用下路 打不了 这两个人他也能统治了 我上 我也行 我上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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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